《十二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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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把十二大院 简单的跟各位解释了一遍 今天我们要把这十二大院的组成跟结构 跟各位再重新说一遍 这个是属于纯理论上的东西 昨天所讲的《消文解义》 那就简单多了 那要讲理论上的东西 那你就必须要有绝对的佛教的素养 对佛教的通盘的理论要有相当的了解 或者这个你就讲不出来 它不是就文章 就文字来讲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这十二大院 一共分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本体 一个是妙用 本体的院有五个 妙用的院有七个 所以我们叫做五体七用 五体是第一大院 第二大院 第三大院 第四大院 跟第九大院 怎么不用一二三四五排在一起 跑到第九去呢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经文是这样 我们就照这样讲 这个本体在讲的是 净妙国土的存在 我用这四个字 净妙国土 这个是文书施利菩萨的话 净妙国土简称净土 每一个佛都有它的净妙国土 我们只是把它简称为净土而已 它的全名叫净妙国土 极乐世界是个净妙国土 净妙离世界也是净妙国土 每一个佛都有一个 应该来讲是法身大事到第七位以上 也就是我们讲你的生命因素成长到六十六分 六十分是原初住 六十六是七柱位 所以七柱位就开始有自己的净妙国土 就开始有了 可以有了 不是谁给的 也不是为什么 是在真理上本来如此 那真理为什么会如此 那是另一个理论 现在我们只告诉你 到成佛的时候的这个净妙国土 是圆满的 是完美的 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佛的性德是达到满分 每一个生命因素都充分的展现 兑现出来 这一点你要先肯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背景 第二个佛在法界中其实只有一个 叫做毕如这那佛 但是呢 因为要教化众生 所以啊 这些佛啊 在因地的时候啊 每个人修行啊 他的定位不同 我们讲的叫定位啊 其实就是发愿不同 所以他的性德啊 各有不同 那么 以这样的性德不同 来跟众生相应啊 就比较容易 因此每个众生啊 都会去找他自己的佛 其实这个是迷人化 所以你会看佛佛啊 不同 其实是佛佛道统 你说佛是一还是多 那么从文殊菩萨的话讲啊 非一以非多 从普贤菩萨的话讲 是一以是多 啊 你是一是多 你就搞得分头正向了 因为你的大脑会说 是一就是一 是多就是多 普贤菩萨说是一也是多 你说 嗯 那会这样 文殊菩萨就说非一也非多 你说非一就该多 非多就该一 因为它是既非一也非多 你说 嗯 怎么会这样 你真的想开悟就 嗯 那个地方下去就对了 可是你 嗯 就不下去了 就迷惑颠倒了 要从那个地方下手 这是修行的一个要领 抓得到的 其实很快 抓不到那就没办法 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要领 一个要领 那我们常接受训练 你应该要接受得到 这样的一个讯号 这是第一个 这个精妙国土的存在啊 我们只是告诉你一个本体 就佛成佛以后啊 其实佛佛道同啊 每个佛都一样 但是因为它因地不同啊 它所激发的那个生命因素不同 那么你现在发愿 现在你是行者 从因地开始嘛 你发愿的那个生命因素 要兑现的那个生命因素 假如跟这个佛 他已经成就的生命因素相应的话 他马上就感应道交 这个就是佛的加持力 有佛的加持力 那你要弄错的话 怎么办呢 弄错不相应啊 对不对 不会弄错 比如说我应该跟阿弥陀佛相应的 结果跑错 跑到要是佛这边来 你放心 要是佛就讲过了 你要是不能举 要是举旗不定啊 不能确定你要去哪里啊 他会帮助你去的 这个不是要是佛讲 每个佛都一样 你跑错地方啊 佛不会说你以后不要乱敲门 他不会这样讲 他一定会跟你讲说 你们搞清楚不要紧 我派个车送你去 你知道吗 你别担心啊 佛菩萨不会像我们那么小气啊 对不对 你一弄错他就发脾气啊 那发脾气的 没有发脾气佛 我们念那么多佛 没有拿毛发脾气如来 没有你放心 只有拿毛对不起如来 没有拿毛发脾气如来 所以你弄错啊 不要紧 任何一个佛啊 他会把你转接 转接过去 比如我是这个生命因素 就跑到这个佛来 这个佛都不要紧 我跟你再转回去 这个你放心啊 所以佛门中啊 你不要怕错 佛门中就怕你不认错 知道吗 不怕错 错是谁 凡夫哪个不弄错啊 就怕你不认错 你要知道错就好了 其实呢 在修行里没有错的 因为你在摸索嘛 摸索好像弄错了 摸索不会弄错 摸索哪有错不错嘛 就跌倒爬起来而已嘛 所以摸索不错 错的是你由于不尽 一直在那边怀疑 我是这样好啊 那样好 那结果呢 这样也没做 那样也没做 还是站在原地 这是最大的败笔 我尝试这个 哎呀弄错 弄错就换这个嘛 这个再弄错 我再找第三个嘛 所以不怕错 修行觉不怕错 就怕你不做 你要注意啊 就怕你不行 不怕你做错 所以这是修行的一个关键 就怕你想了这个 又想了那个 哎呀这个 哎呀那个 弄到最后一辈子过去了 你怎么也没做啦 去做不要紧 只要你想尝试 错误都有功德 当然蓄意做错 那是不一样的 你只是无知嘛 在摸索嘛 那个绝对是功德 很多人常常用大脑用惯的就 我弄清楚才要去做 给你弄清楚就不用做了 真的给你弄清楚就不用了 因为学者都弄清楚啊 没有一个学者是真在修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都知道 他都弄懂了 弄懂了有用吗 没用 所以我们说知道的不算 做到的才算 学者都知道啊 知道他不信 知道他也不诵经 知道他也不拜佛 知道他也不入定 那都没有用了 知道他也不开智慧 那知道干嘛 知道只能写论文 知道的都写论文嘛 写论文的不见得开智慧 搞清楚啊 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跟各位先讲清楚 这是第一个 所以净妙国土啊 它既然是本体的话 是佛的本体啊 那它的净土是不是就是佛 你留意看看哦 净土假如是佛的本体 那净土是不是就是佛 这意思就是说净土其实就等于佛 佛是什么佛我们一般讲叫法身 换句话说净土就等于法身 法身等于净土 净土通常我们来讲叫所 法身或者佛我们叫能 是人嘛 净土是国土嘛 好我们通常都脑筋都这样奥分啦 其实这两个是一个 是一个 从单独个别的佛来讲 他都是啊 讲净土 从整个毗如真那佛来讲的话 那就叫法界 就叫法界 所以你从法界的基本定义来讲 譬如真那佛叫法身佛 要是佛啦 阿弥陀佛啦 这些其实都叫报身佛 他是报身佛 所以都住在净土里 这个区别你要很清楚 这个以往的佛教历史上 理论上都没有探讨这些 因为他是讲不清楚 那我们现在叫第四级佛教思想的发展了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要不然你来到西方世界啊 这些主流文化 那个脑筋都是一对一的 你讲不清楚啊 他不会信的啊 你要讲你就讲清楚 这个我相信啊 我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都很明白 所以我这个你 我相信你也不会问 我只是先替你啊讲清楚 我们真的深入啊 你运用现代的思维模式 运用现代的理论跟工具啊 其实是很好用的 把这佛法的东西重新再铺陈出来 佛法是非常精彩的 尤其现在主流社会的这些知识分子们 他们更需要佛法 更需要佛法 所以我是期望说 我们不要光用 旧有的古代的东西来说明 我们必须啊 更需要 运用现代的语言 理论 跟工具啊 来做表达 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啊 尤其是所谓的科学家们 他更需要佛法 只是因为我们不会讲 所以讲的啊 令他们很烦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 既没逻辑啊 也没程序 结果讲到最后都是感应 感应叫什么 感应叫做几率 那种概率出现 佛法不讲概率 佛法讲的是 你经过一定的过程 达到一定的目标 而且这个过程跟这个目标 有绝对的关系 只要你走上这个过程 一定是那个答案 知道吗 修行就是这样子啊 你经过这个程序 一定到达那个目标嘛 那个结论一定是这样 假如你经过这个程序 那结论不是那个样子 是你程序上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去买Starbuck的咖啡啊 全世界的统一标准 因为它只有那个程序 所以只有那个答案 每一杯都同一口味 所以Starbuck 其实你不要喝多 只要喝一杯就够了 因为你在喝一百万杯 还是那个口味啊 你知道吗 因为它没变文化嘛 你知道吗 修行啊 跟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它有一定的程序 但是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不同 就好像咖啡豆 各种不同的咖啡豆 你用同一个程序下去啊 所得的口味就不一样 你知道吗 它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你修行就有这种特质 有这种特质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 一定的过程 达到一定的答案 这个修行才有用嘛 假如你没有那一定的过程 你怎么会有那个答案呢 所以成佛啊 不是一想 叫妄想天开的那种成佛 没有那种成佛 那叫不小心成佛 不小心成佛是做梦啊 不小心梦到我成佛了 所以很多成佛的人就来问说 师傅你看我是不是成佛了 我说你这样问法 证明你根本没成佛 哦对我也是这样想 有一个真正成佛的人他一定很清楚嘛 因为他经过一定的程序嘛 因为那个程序你走过一定是那个答案啊 对不对 每天吃三碗饭都会饱的人 你今天又吃三碗饭 你不要问人家说我有没有饱嘛 对不对 你每天吃三碗饭那当然饱了嘛 可是每天吃三碗饭奇怪 今天吃三碗饭怎么没感觉啊 那你一定是胃破冻 对不对 吃下去流出去了 所以胃一直没有饱的感觉啊 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 这一个正常的程序一定得到正常的结果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当你这样训练的时候 你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讲的是七用 七个 有七个愿呢 是讲他的应用的 这是讲法身存在的妙用 那么这七个愿呢 他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若吻我明 这个就是他讲他的妙用 那前面那五个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跟第九愿 就是没有若吻我明 各位把那个经文你仔细的看一下 不是你解释会解释就好 因为经文的结构不同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 不是那简单的这个问题而已 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修行以后啊 你会成就 什么成就呢 就是转返成圣这个问题 假如修行不能转返成圣的话 那我们干嘛要修行 所以你要知道 学佛啊 跟信仰其他宗教不一样 信仰其他宗教啊 就算你有最伟大最了不起的成就啊 也只能回到上帝的身边 只有这样而已啊 回到上帝的身边啊 那学佛啊 那学佛啊 修行不是要你回到上帝的身边 是要你成为上帝 你要弄清楚啊 因为信仰上帝的人不会说成佛 所以我们透过他的话 借用他的语言来讲 你可以成为上帝 当然在佛教内成为佛教的上帝 那很简单 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佛 成佛就了不起啊 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 你真的按照修行你是可以成佛 你可以跟佛一样 其他宗教不敢这么承认说 他的信徒啊 可以变成啊到他的位置这边来做 只有佛教讲这个问题 你要留意到 这是所有的宗教他做不到的 那么到了你成佛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到 法身就是法界 一切诸佛啊 其实是同一佛 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所有的人力思想里头啊 没有一个能像佛这样 他讲的这么透彻 人人都可成佛 没有一个宗教能说啊 你信仰我啊 你将来可以跟我一样 没有 佛陀这么说啊 这个是人力思想上啊 非常杰出的一项成就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还没有人能够超过 好 那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谈的这个转 怎么转 这两个东西在讲什么 这个体 这个用 这个十二大愿 主要就在讲这个转 怎么样转凡成圣 转凡成圣啊 这四个字啊 是有两个 一个是转 一个成就嘛 转是我们在修行训练的过程 成就成就嘛 其实 用顿教的讲法来讲 就是吉 烦恼吉菩提 这就更简洁啊 生死吉涅槃 一个会修行的人 当下就是 那一个不会修行的人 就转烦恼成菩提 对不对 要转 把烦恼转成菩提嘛 从真正修行的人来讲 从当下的这个烦恼啊 他就是菩提 这个你对于修行的 这些技术面跟工程面 不了解的话 那这句话没意思 当人家在烦恼的时候 放下吧 烦恼吉菩提 他会说你欠奏啊 烦得要是你别再烦啊 他是有一套工程的训练 那套工程的训练 你都经历过以后啊 那很熟练啊 那当然烦恼吉菩提 你就可以运用了 可是那套工程 你不会运作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我们看人家 那个变把戏的时候 好厉害好厉害 你去试试看 他拿几只刀子在那边耍 哇好厉害 你去试试看 我看你 你先拿几个球去耍 万一掉下来打到还不要紧 你几根刀子在那边耍 我看你还要带钢灰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前行的动作 先熟练 熟练以后 那个东西就可以运用了 你不熟练不行了 我们大脑不是啊 你讲 你讲我就懂 懂要干嘛 我就不只要让你懂 要让你能够做到 所以你一定要去训练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 他这个转啊 他有一个机制存在 也就是第二个 B的部分 净土的存在啊 乃是佛的本体 刚才谈的 法身的妙用 就法身存在的妙用 乃是 这个乃啊 是指啊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啊 比较快啊 这个文字啊没有斗得很好 法身存在的妙用 乃是指 应该来讲 乃是 赋予生命因素的定义跟定位 这个 这个 赋予生命因素的定义 这生命因素不要我们定义啊 但是这个因素啊 跟化学分子式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 我这个是从化学上面讲过来的 化学分子啊 我们在化学里头讲 这个地球上的元素有一百多种 对不对 那你说基本元素有多少 生命因素是不是也有多少 不一样 跟它不一样 生命因素是无量的 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的众生 所显现出来的生命因素啊 跟 两百年前所显现的不一样 工业革命以后的生命因素啊 跟工业革命以前的生命因素不一样 你知道吗 发明飞机以后的生命因素 跟没有飞机的生命因素不一样 现在有了电脑以后啊 你的生命因素跟没有电脑以前的生命因素 开始转变 开始转变 所以呢 生命因素啊是随着时空 你所展现出来的会有不同 会有不同 那每一尊佛 他的愿啊 他的愿是行菩萨道的时候 所发的愿 是因为那个时空 所以他才会发那个愿 假如你发的那个愿不成熟 那么那个生命因素就没有成立 知道吗 这个啊 跟你大脑里头的知识 所命定的生命因素 那个物质元素啊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此佛既然这个愿发了 又成就了 也成佛了 那这个生命因素是存在的 那么他是跟所有众生的这个生命因素啊 是可以相应的 可以相应的 因此我们现在因地 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也是在寻找那个生命因素 你知道吗 当你找到那个生命因素 在我们这边来讲 叫定位 我要从这里开始修 这个时候佛陀在果地 他的生命因素叫定义 跟你的定位 跟你的定位就相应了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 念佛菩萨的圣号 跟他的本愿功德啊 有多么殊胜 因为这个时候马上你就得到加持了 得到加持了 为什么很多人他很相应 因为他的这个生命因素跟他的生命因素相应嘛 那你会觉得我念了半天 发怨一大堆怎么不相应 你发的怨不算 你念一大堆佛号 光是口头上嘴皮念的不算 心里要动 不是念佛号己身的问题 假如念佛号 就会相应的话 那电唱机啊录音带啊 那个都相应了 没有说哪个录音机往生的 对不对 有没有说哪个厂牌的光盘往生的 没有啦 他不会往生啊 因为他没有心 所以念佛是要用你的心去念 是用你的心去跟佛相应嘛 你不用心怎么相应呢 不是声音相应是声音不应啊 声音那是物理音嘛 物理的音 生命的音是用你的心 产生的心波 你的音也只是个媒介而已 物理音是个媒介 这个媒介透过你的心里的心波 跟佛菩萨相应 所以我们在修行观念是 关键是在训练你的心嘛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要念佛 要注意 心灵频率的稳定训练 那个稳定很重要 假如要用数据来讲 现在叫数位嘛 你要用数位来讲就是 我一个钟头念六千声 这当中是讲说 每分钟念十声 念一百声 那六十分钟就念六千声嘛 每分钟就念一百声 你不能这一分钟念五十声 下一分钟念一百五十声 这个频率就不稳定 他就每分钟每一句都那么稳定 那训练到你的心灵频率要稳定 这一稳定的时候 你的愿 你的愿啊 你直接会相应 但你的愿是自私愿不算 自私的愿不相应啊 佛不会跟你的自私心相应 他那个生命因素 已经跟所有的众生的生命因素都相应 所以你的愿假如是自私的 那你跟其他众生不相应嘛 对不对 那既然跟其他众生不相应 当然也跟佛不相应啊 所以你的愿 应该是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 所以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愿力 当下你就会相应 那个不可思议的状况就会出现 我常跟各位讲 因为那是我个人的一个实力 我说我跟菩萨讲 因为我的个性 在社会上工作 都是24小时忙碌 那这样我要精进佛法修行 不可能 我希望找个公家机关 听说到经济部上班 八点上班 九点到就可以了 十二点下班 十一点就可以走了 那这样我才有时间可以用工嘛 对不对不管嘛 因为我是要有时间用工 那我不能在工商界 在工商界我会忙死的 我不能用工 所以请菩萨给我一个经济部的工作 OK 我就看他嘴角角一翘 好像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就放假了 那个晚上睡觉 就好像有个人跟我讲 你要跟部长讲 不然部长不认识你 我一想也对哦 我跟菩萨讲 菩萨没去跟部长讲 竟然来跟我讲 要我让部长认识我 我信封拿起来 我就写经济部部长收 就这样子 我就写个简单的字传 把毕业单 毕业成绩单 毕业证书跟退伍证 这些资料都统统准备好 我想这一种应该嘛 就把它寄过去啦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有啦 不知道是由于才送晚到还是怎样 诶 有个人打电话来 你要来经济部上班是吗 我问你哪里啊 我这里经济部啊 你不是写信来要来上班吗 我突然间想到 哦对哦是啊 那你就明天来吧 我说好吧明天来吧 就这样就去啦 你会觉得说 这样算吗 这个相应吗 我跟你讲 相应就是相应 因为我只有一个原则 我跟菩萨讲 我要去 我只 你给我十年的时间就好 我这十年做准备我就要出家 那你假如怕我不出家 那你假如怕我不出家 我们就讲好 十年后的哪一天以前一定要出家 那我就在那边跟他算了以后 十年最后一天 就是冬至嘛 冬至以后太阳从南边开始走回来 就新的一年就开始了嘛 对不对 所以冬至以前要出家 我都跟他合约签得很清楚啊 他应该同意嘛 我是没有直交杯啦 可是那个晚上马上就出现啊 这就会相应啊 我要修行我要精进 导不是说我要卖身啦 我没有说要卖身 要出家导是真的啦 但出家跟卖身不一样嘛 对不对 如果我要精进 那你要给我一个环境 也不过十年而已 哎 就真的去啊 那我说我要到经济部上班 所有的亲戚都会不会骗人的啊 那不会嘛 就要去了怎么骗人的 十年这样过来 你说怎么样 你真的相信 你自己所下的决心 你自己所做的决定 要很明确 一点都不麻糊 你说这十年当中要是有变化呢 有变化是你的事 我不会有变化 对不对 你自己一生的决定 经常那么在起变化 可见你这个人一点信心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当你对你的人生有绝对的信心 跟你所要做的事很清楚的时候 这当中没有任何的犹豫 发愿就是这样 你的生命因素一定 你一定跟诸佛菩萨相应 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感觉说 学佛很难 学佛不难啊 怎么会难呢 难的是难在看自己的心里 看不到 因为我们的眼睛长的都是看别人 没有一个人长眼睛是在看自己的 对不对 眼睛不会看自己 可是你的思维可以反观自己 反观以后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想有一个问题 大家常常在思考 我有什么优点 我有什么缺点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假如经常在检讨这些啊 你应该会从你的优点去发展 你会避开你的缺点嘛 对不对 假如人家说来 来比赛 个人选一项 你一定选你的专场去比赛嘛 你不会选你的缺点去比赛嘛 是不是这样 人生的旅途其实就是这样 你的专场是什么 你想想你的缺点 你经常在还行 在检讨自己的优点缺点 那你应该知道你怎么做 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假如这一点你都一直掌握不住的话 表示你自己在自我还行跟检讨 检讨的时候不够彻底 而且在自我还行跟检讨的时候 你经常会逃避 不敢面对自己 有没有 想想看 假如能够很彻底的自我还行检讨 能够经常反观自己的话 他人生其实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要走哪条路 要怎么走是很清楚的 我们就缺少这种状况 所以你跟佛菩萨很难相应 我告诉各位 很多不是学佛的人 他也都跟佛菩萨相应 只是他的意识形态里 他以为是他的宗教的教主 他的上帝在跟他相应 其实那些都跟佛菩萨相应 因为他的生命因素确定 他一定跟诸佛菩萨的生命 性德来相应的 他不是跟上帝相应 上帝怎么相应 上帝是一个有欲望的人 他是一个欲望的神而已 他不会跟你相应 但是你真正相应的是佛菩萨的性德 你是跟性德相应 不是跟那个全能的能力相应 你仔细去分析这些 我不是因为我不信上帝 我就批评他 因为上帝确实没有一个东西 能跟你相应 用能力 用权力怎么相应 你去留意看看 权力不会跟你相应的 是生命的性德才会跟你相应 你留意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跟各位讲的 这个对生命因素的定义跟定位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此佛 我特别用这个引号讲 此佛是指这个佛 哪个佛不知道 是跟你相应的佛 这个佛是给予这些生命因素 以一个明确的生命因素 做定义跟定位 那么你呢 你现在开始发心 你就跟你的这个佛去相应了 你知道吗 你不用怕 你说哎呦 我也不知道跟哪一个 那不要紧 你随便抓一个 被你抓到的佛说 你跟我有缘 什么缘呢 我要替你做邮差嘛 对不对 UPS嘛 说不定是DHAL也不一定 他一定会帮你转接到你的佛那边去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是哪个佛 这没有关系 你也没有办法确定你的生命因素 所以我们只跟你讲 你只要回去发愿就好 至于你那个发愿的生命因素 是跟哪个佛相应你不要管 释迦牟尼佛会帮你转接过去的 那不是你的事 那是释迦牟尼佛的事 因为我们常常念 拿某本是释迦牟尼佛 别的佛不认识 这个佛你总认识吧 他就像有这种局长一样 你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送给他 他替你分类 送到该去的地方 一定会相应 所以关键是在你自己 你对自己你有没有认知啊 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最重要 这是佛法最要求的地方 你对自己没有认知 你不可能觉醒 你不觉醒 你不可能觉悟嘛 佛法就要你觉悟啊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处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要跟各位谈的是 给予生命因素的定义啊 跟定位啊 也就是佛的名号 跟本愿功德的加持力 他要这样加持 从佛的立场是我要这样加持 从我们的立场啊 你只要定位以后 那个该跟你相应的佛 他就会加持你了 所以你不用去管哪个佛 那你说我不管我要念哪一个 哪一个都可以 这个很奇怪 诸佛菩萨的圣德名号啊 他们啊 叫做互联网 他们都通的 只要你一上网啊 他就全部都通了 你放心 所以关键在于你啊 不在于他 他们是那个互联网已经架构好了 等你上网而已啊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 假如没有准备好 你根本上不去啊 只要你准备好 你随便点上去 一定到达你要到的地方 这个是第三个地方要讲的 也就因为这样 佛菩萨才有这什么 加持的功德啊 不然他怎么加持你 我们才能讲加持加持 告诉你 他是有理论基础的啊 不是没理论啊 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说 请佛菩萨加持 我常讲说佛菩萨凭什么 那么倒霉啊 要跟你加持啊 不是 因为他的理论背景在这里 那么各位 你假如能够了解 现在我在讲你是听了 听了你是懂了 懂了 懂了叫福报 我告诉你有一点很重要 你要去感受 去感受 你只要能够感受 我现在这样讲你是懂了 懂了你要从实际生活中 去感受 感受一定有相应 没相应你不会感受的 不会感受 那你那个感受来自于你的相应 所以当你一有相应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要告诉你 恭喜啊 恭喜什么 你有个净土可去 绝对往生净土 你放心 人家说最糟糕的净土最糟糕 好 迷了内院 荣华三会啊 马上有份 更殊胜的更高级的净土啊 那就不用说了 那最起码有啊 迷了内院啊 非常殊胜啊 你知道吗 那我们都以为哪里才殊胜 那是你的意识形态啊 所以你只要去体会 我们现在画一下体会或感受啊 你一定要感受到 而那个感受绝对不是知道 知道不算 知道只是一般福报而已 但是你那个感受啊 是一种善根 以此善根故得生净土 你要记得啊 以此善根故啊得生净土 只要有个善根发芽 你就可以生净土了 哪个净土不一定 因为你的那个善根一发芽 那个善根就跟那个佛相应了嘛 就一定到那个佛的净土去啊 不是说你一定要往生哪里就一定哪里 你讲的没用啊 你讲要往生哪里是你的意识形态啊 不一定去啊 你要具备的那个净土所要的必备条件 就是善根相应 善根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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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状况 这是第三个 这个 第四个 佛正因地发愿 这个就是给这些生命因素活力 每一个生命因素啊 每一个佛等于是一个分类啊 所以我们说这些佛是多佛啊 其实就是毕竹之那佛啊 因为分类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好多佛 这是要给众生在因地修行上的一种方便 那么也是啊佛法 这个佛法就大圣佛法的善巧方便 这是大圣佛法的特色 原始佛教不讲这些 他直接就讲修法过去啊 可是我们呢 我们没办法 我们业障重 需要佛菩萨的加持啊 所以才有大圣佛法出来啊 那么这些生命因素的 它的活力应该再加一个免疫力 或者是修复 修复你这个生命因素受伤的这种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啊 这个能力很重要 就我们受伤的这种心灵啊 灵性受伤啊 要怎么复原啊 你要有一种自己自愈的能力啊 这个能力啊 我们叫做菩萨的悲心 通常就是说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 叫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指这一个部分 我们只会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不是指五百栖栖叫大悲啊 不是指那个啊 这是大慈悲啊 不是大的悲字啊 这是生命的本体 生命的本体 所以佛在因地发愿啊 也就是让我们这大悲心啊 要增长起来 因为有这个大悲心啊 我们生命因素受伤 你才有富裕的能力 因为有这种活力 有这种免疫力 所以它可以令一切众生 的这一类生命因素啊 都复活起来 这样呢 你就可以免除你的痛苦 所以在这十二大愿里 我们常常看到 若闻我名 我的名号一经其耳 那么这些众苦消灭 为什么众苦消灭 因为你马上得到这种加持啊 你之所以会苦啊 就是你那个生命因素受伤啊 现在呢 你一相应佛那边的这种活力啊 这电源马上接到你这里来 我们常说啊 我们是个电灯泡 我们用的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尤其你这个电灯泡是一千烛光啊 一个电池就没电了 那你要怎么办 要从发电厂那边接电来 不要说一千烛光 一万烛光都不怕 因为什么 因为它会发电 佛菩萨就好像发电厂一样 不怕我们把这电量用掉 就怕我们不用 这是个关键啊 是个关键 所以当我们受伤以后啊 只要你跟这边相应 跟佛菩萨相应很快的 你的痛苦就消失了 因为你这个受伤的生命因素已经复原了 这个就是你在看这个经文啊 你会觉得哪有可能 怎么有可能 我的名号一经其耳 重苦悉处 什么重苦悉处 因为你不懂理论嘛 现在你把理论弄清楚就知道了 我之所以会有苦 众生之所以会有苦 就是它的那个生命因素受伤 现在呢 这个生命因素啊 它能够得到一种 富裕的这种能力 很快可以恢复它的活力 那只要一相应就恢复了 那当然它的苦就不见了 这就不可思议的地方嘛 你脑筋想象不到的啊 要没有这种能力啊 就不叫宗教 任何的宗教都有这种本事 对不对 它只要跟上帝相应 它也是重苦惜处啊 对不对 只是它其实讲的太过天方夜谭啊 不切实际 因为它没有理论基础 那佛法这个理论是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 我把这个部分给你讲清楚了 这个情况就是佛法的根本核心 所有的宗教啊 我告诉各位 要讲这个理论啊 讲不清楚 不只其他宗教 你在佛教内啊 我想《药师经》你也听了不少 《药师经》的注解也很多 把这个理论讲出来啊 今天你算是第一次听到 这不是我在吹牛啦 是讲真的啦 从第一天我就要跟你讲啊 讲不出来啊 昨天也讲了半天也讲不出来啊 今天不小心讲出来啦 这还是因为前两天这样讲讲讲讲讲到这里 因为一直要讲那个转啊 那个转实在不好转 有没有 那石磨磨磨米要做高的那个有没有 有没有磨过啊 磨石磨 有没有 石磨你真的要往前推还不好推 所以你要往后拉一下 呦 然后呼呼呼呼就开始转了 对不对 那个 刚开始不知道的话 就是使用蛮力啊 就一直要往前推就推不动 你就要往后拉一下再往前推 有吗 这类似这种情况 你要把那个情况跟你讲清楚 前面要有一些铺垫 并不是说我要讲就能够讲出来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我之间对佛法的认知 跟佛教的理论啊 你不见得都清楚啊 那要把那个东西一个一个一个这样接过来 接到这里才能接通啊 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我相信有心的知识分子 我常常讲佛教的知识青年啊 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 到底是凭什么加持嘛 所以佛教在加持中心他是一律 加持众生啊 是一律平等的 刚才跟你讲那些外教 他虽然没有信佛教 但他在生命因素上定位啊 他是跟佛菩萨相应的 不是跟上帝相应 上帝没有能力跟他相应 那生地没有性德嘛 当然这样讲我们是很不人道嘛 对不对 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啊 事实上是这样 这不是在批判他人的宗教不是 是因为他这个理论是这样放着 那你可以这样去看 去看得很清楚 这不是批判 所以佛教能够容许 即使你不信佛 只要你照着真理的方法去做 尤其像华音经这种经叫法的经 法就是真理的经啊 他只讲真理啊 他不要明相 你明相讲什么都不要讲 他只要讲那个嘛 把那个表达清楚嘛 你用什么语言都可以嘛 这是一个关键处啊 所以你要懂得说佛法到底在讲什么 比如我们讲是转 你懂得这种情况 佛是这样加持 那既然能够这样加持 你就可以转啊 你要怎么转呢 那我们讲过这里面转的有很多个 那最重要的两个啊 也就是啊 生死及内磐跟烦恼及菩提 这两个啊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转生死成内磐 转烦恼成菩提 讲转什么成什么啊 这个叫建教 建教就是你先去训练嘛 让这个技巧熟悉嘛 熟悉了你就会转了嘛 那么讲生死及内磐啊 这是从顿教讲的 顿教的意思就是你那个基础你会啦 那你一来我说生死就是内磐 哦 你就开悟了 那你那个不熟的话 生死就是内磐 那我干嘛欧修 对吧 生死轮回就是内磐嘛 那生死轮回不是内磐 生死及内磐是转生死及内磐啊 因为转你会转的 所以当下生死就是内磐嘛 因为你会转嘛 那你不会转的话 生死还是生死 内磐还是内磐 怎么生死就是内磐呢 是因为你已经会转了嘛 所以顿教是假设你已经会了 所以我们常讲顿教这种东西你不要轻易讲 因为你不具备条件嘛 你具备条件就是这个我都会啊 那观念转不过来 就在当下说生死就是内磐嘛 因为你会转 哦原来生死 一转就过去 就是内磐的嘛 可是你不会转的话 那生死还是生死 内磐还是内磐 两个不相干啊 对吧 这个弄清楚 烦恼 烦恼及菩提也是一样啊 你说烦恼及菩提 那烦恼就烦恼嘛 对吧 烦到死好了嘛 反正就是菩提嘛 那你就是佛法悟我一生啊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你一定要先学会 学会 这怎么搞的嘛 转不过去 那当下一讲 你一转就过去了嘛 那顿教才有功用啊 否则你真的会被佛法悟一生 所以我们常怕 跟各位讲 怕的就怕那狂残 狂飞之事 那狂娟之事啊 那那误人不前啊 到一辈子下来你会想说 我讲那一堆到底有算没算啊 都没算啊 因为那都不算啊 怎么算啊 这是个关键 这就是个关键 好我们把这个理论跟你讲好以后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就把这个十二大愿 一个一个啊 再重新跟你confirm一遍 OK 我们休息一下 来吧 好 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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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